第二个叫做欠骂的网友 什么叫欠骂的网友 今天就有一个网友在留言 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样 他就是在我这一部影片留言 八字案例 五行派的 申酪又一堆蟹 申酪又一堆蟹 然后他就在我的下方 留言 天干走丙火 火生土生金 还是无法改变金刻而木 还是受克 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了 这里面有丙火跟丁火 那丁火 所以他是这样 火生土 他的状况 是这样子 然后丙火 他会变成是这样 这一部影片就在讲这个观念 这一部影片就在讲这个观念 所以我们就来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好 就这一个 五行派八字 八字案例 申酪又一堆蟹 然后 他就在这一边留言 天干走丙火 火生土生 金还是无法改变金刻而木 还是受克啊 各位 各位 他这边写 人在绿土 我先跟你讲 他的ID 叫做什么 石家庄 等一下你们会看到 石家庄什么吗 律师 跟人家在那边吵架 还会换ID的 我就跟他讲 这是你的五行深刻 不是五行派的五行深刻 所以这是你自创的五行派 所以不要来乱扯 然后开始 大师数值增高 我留言说一下观点 也没有用不了 就来说乱扯大师厉害了 有没有看到 石家庄 李建鹏律师 我就说 对没错 老子就是这样 你已经害死人了 你知不知道 还在这边 扯一堆 拼命可以这么随便的吗 要是可以 请问你做什么事都可以随便做吗 错就是错 不要给我扯到其他地方 你的观念就是错 纠正什么东西 你就是不知道自己错 这样才会害死更多人 多少像你这样的人 我就是恨死你这种随便乱讲的人 一堆人就是这样被人家批死的 对八字给有正经典 再随便乱批 害死更多人 号称五行派 网友流连没有公就就喷 什么叫号称五行派 号称五行派 我就说你自己错就错 学成八字 讲到像自己对 批错就是批错 不要跟我讲一堆东西 就是给我对八字正经典 批错就是批错 不要以为自己对 批死这个人了 你还讲什么讲 八字就是这样害死人了 你已经害死了 那请问你还讲什么东西 我就是这么没水准 就是看不起你这种人 不懂就别乱批 谁跟你指导 就是说你错了 一个业余爱好者 又不靠这次罢 我害谁 这个就是说 叫我不要删直播 我删什么删 我还会在妈影片强调 不删最好 各位 怎么叫正常网友 妈不知死我的网友 我在影片有说过 我是不跟人家讨论八字 想要留言就给我留正确的 错误的批论 我就是骂 我乱批通 然后他就说 网路本来就友好交流 没有必要 你觉得网友不对 你可以解释 可以仿博 可以指数 哪有的 妈妈妈 批里啪 批里啪 什么东西 什么叫百家争民 什么叫百家争民 我就跟你讲 这位大师思维混乱 会发的视频 不同观点 网友有不同的观点 他就会骂人家说 不会批八字 你不允许在家自己研究起 干嘛发到网路上 网路就是延许自由 发表评论人 你说不需要揪人 你就把评论官 你开始评论 留言是他就骂人 奇葩 这边 我就说你连五行派 最基本的规则是什么都不懂 还在讲这什么不同的观念 五行派的规则是死反反的 不是你想怎么生就怎么生 你只是在乱批八字 乱批八字 乱批八字 不懂不懂 被人骂 然后拉不下 这就是你啦 讲什么东西 不是学五行派 就不要乱用五行派批名 根本就不会批命 只会害死人 还讲什么百家哲民 那跟我无关 你给我用五行派还错误 那就是你不懂 不懂就是害死人 还讲什么大道理 害死人就是害死人 八字可以随便乱五行深刻了吗 那是你的五行派 我就是看不起你这种人 然后各位 这就是啊 各位 这就是网友 我还跟他讲 你搞不清楚五行派怎么来的 你就不要跟我讲什么百家真名 各位 他前面就跟我讲了什么 这个就是一样啊 一样啊 火深吐克金 哪有什么改变 你不是讲的很信誓旦旦吗 你不是讲的很信誓旦旦吗 我就说那是你的五行派 你年五行派怎么来的 各位 他的ID还改 他的ID原本是什么 各位给你们看一下 石家庄李建鹏律师 律师都这样 可以随便乱讲话是不是 律师可以随便乱讲话是不是 到最后全部ID给我改 妈连给人家对骂 都不敢用真名字 五行派怎么来的 五行派是我创的 规则是我的 妈不懂在那边装懂 你看我对一个人来讲 你竟然在五行派里面 你给我不懂装懂 你把我的规则改掉 我不骂你才有鬼 我的规则你凭什么给我改 你去看所有的五行派 你还不知道五行派是谁的 是我创的 当时候就是妈的 我没有传到大陆去了 那才一大堆人在那边跑过来看我的影片 然后回去在那边模仿 那模仿的不三不四 所以我现在对网友我完全没有办法忍受这一种给我乱批命 我就跟你们讲 这是我的派别 你敢给我改规则 你给我试看看 现在的我不会聋人你们这样子 什么百家争鸣 我的东西你为什么凭什么帮我改 还讲的你好像很对 各位 妈差这么多啦 很对 这就是 妈自以为是 这就是自以为是 被我骂刚刚好而已啦 我现在对网友没有什么耐心啦 那说骗子的 骗什么东西啦 骗 叫你直播里面 你自己来批八字你会不会 之前在B站 我在B站还可以做直播 在那边讲 就底下有人在那边叽叽歪歪在那边讲 叫他妈的随便找一个人的八字来 叫他批 批到哪里去 批到哪里去 不是很会讲 批不出来就批不出来 很会讲 这就是现在命理的乱象 不会批命的讲的响叮当 所以就是怎样 要把命理导正 所以像这一个 各位 刚刚那个网友 骂他刚刚好而已 跟你客气什么 批命你都批错了 你在那边讲什么东西 还百家哲鸣 你乱学一通 百家哲鸣 五行派只有一套规则而已 五行派只有一套规则 这边有我那么多学生 他们敢给我乱批 给我试看看 从头定到尾 学生跟我学的时候 我都跟你讲 就只有这个规则 你跟我讲什么百家哲鸣 五行派 五行派 这一个派别跟别派完全都不一样 还什么百家哲鸣 你笑死人了 你连他的祖师爷是谁都不知道 就是绕自我啦 还要跟我讲什么 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歉 对不对 五行派只有一套规则啦 水智轻则无语 你看 五行派只有一套规则啦 所以各位 不是你懂五行 就叫五行派 这个八字 他那么多日主授克 他那么多 食伤生财生官 各位 一个好八字 你给我批成这样 好的八字 你给我批成这么烂 那你不是害死人吗 很多人批命就是这样害死人的 很多人批命就是这样害死人 而不自知 我之前就是这样子 没有去注意 搞到人家差点活不下去 所以各位 为什么我对规则这么强调 我对规则这么强调 我也在影片里面 我时常讲 我不会跟人家讨论八字 你不要来问东问西的 你就给我去实证 不要在影片下方给我留言怎么批 你只要给我用五行派 你给我批错 我就说是你自创的 不要以为懂五行深刻就会了 要不要解 他妈笑死人了 我的水平怎样 老子就是坏人 要专门对付这一种人 自以为是的人 那些骗子的人 我最起码赚钱赚的郑大光 哪像你们这些骗子 在那边加我私讯 他妈几块钱你还要骗人家 叫死人了 连个大投稿也不敢放 这就是什么 网路为什么这么乱 被人家讲封建迷信 要不要骗子一大堆 骗子一大堆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 你拍影片 我简单的讲 我拍影片就是这么嚣张 我拍影片就这么嚣张 你骂什么骂 你骂什么骂 你骂跟我同一派的你再来讲 你跟我同一派的再来讲 你不是我这一派的 你那妈鬼扯什么东西 那五行派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很像当初1999年 冠建业的盲派出来一样 被人家骂 被人家攻击 那为什么 因为他冲击到了 传统八字的一个观念 那五行派现在出来 也一样 冲击到传统学派的观念 那些传统学派 他没办法解释他的东西 你知道吗 他没办法解释他的东西 到最后变成套命 那结果突然一派出来 影响到他了 影响到他了 影响到他 他会怎样 反抗 为什么你们不失进去 不把你们的传统学派 让他更修正更完美 你们为什么不把他修正更完美 所以各位 这就是什么 一大堆 既得利益者 我简单的讲 像我来讲 我也没有做广告 这样 然后来找我批命 神经病 神经病 我就做影片而已 你认同我就来 就这么简单 骗什么骗 跟你说就是要用骂的 让大家看到 好人不出生 就是这样子 被人家欺负到底 沉默就是害死人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你不要给我乱搞 什么叫五行派 不是懂五行派 不是懂五行深刻就叫五行派 了不了解 今天我们是怎样 要对抗传统学派 对抗传统学派 我要跟你客气 对不对 还跟你客气 我们批命批到什么 留月留日的 你批到哪里 你这个大玉 你几岁到几岁 落差这么大 落差这么大 所以各位了解 我非常要求我学生规则 要造什么 所以当你不懂规则 你就不要跟我讲的那么大声 刚一凡你好 那不是都同样这样子吗 根本没有改变 没改变的头 你连最基本里面的规则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规则 你跟我讲什么东西 了不了解 你不懂规则 不要在那边给我装懂 之前还有一个 哎呀 你们那个五行派不会准 那什么水生 你们就是水生木生火 可是我用传统学炮 直卯型 我就知道会生大病了 你妈狗屁不通 妈的规则不懂 在那边自己装 在那边自己妈不懂装懂 可以说很多都是不懂装懂 我跟妳说这个影片就是妈要放到那一边去的 给人家看的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 身为一个命理师为什么气这么久 为什么妈你们其他的命理师 哎哟 你们在下方留言 你都还要帮他回应 妈我不回应那种东西 干嘛我要留下干嘛 我要留下干嘛 我每一个都什么温良公减浪 我跟你温良公减浪 各位温良公减浪 妈这个网友第一次遇到坏 为什么敢这样子 因为本事比你高太多了 就是妈笑你不懂 不懂 不懂装懂 还在那边里面 到最后他已经有点退了 所以说什么 你没看到他 他就已经不会再像之前那么强悍 妈的 我都很想跟他讲 你都不知道五行派怎么来的 你假如知道五行派怎么来的 你就知道我为什么生气 你为什么善改我五行派的规则 我的学生批错了都被我骂到臭头了 你们这一些网友你不懂规则 你为什么给我改规则 还讲得好像你很对 对不对 被骂刚刚好而已啦 对不对 了不了解 被骂刚刚好而已啦 这就是什么 命理乱象 你还自以为是 所以 我已经不想忍了 了不了解 妈 在那一边再给我乱搞的试试看看 妈见一个骂一个 见一个妈骂一个 你就跟他讲 我有交八字 你要跟我学 不懂就算了 我们就这样子直接跟他讲 要不要解 你不懂 你就来跟我学八字 为什么问 对不对 我教到你会算刘月 你再多认真一点就到刘日 所以各位 就这样跟他讲 我可以算到日子 你来跟我学 我让你会算到日子 不要问那么多 表示你的水准不到 不然我就骂了 了不了解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命理有多少呼嚨人的 每次妈 B站动不动 就妈挡我的影片说什么 不符合科学 不符合科学 谁害的 就是你们这些王八蛋的命理师 要不要解 王八蛋的命理师 不懂 还以为自己很厉害了 妈把八字搞的妈乌烟瘴气的 月儿想想你好 所以各位 这就是命理的乱象 我又跟你说过了 早就被打的乱七八糟了 但是老师就是妈的 挺得住 他妈还会骂人 了不了解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什么 没本事 你不要他妈只会在那边酸言酸语 所以